讲完了气的定义 今天来讲 武术之力在筋不在肉 传统武术里常说的 外炼筋骨皮 内炼一口气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里没有提到肉 老祖宗用字精炼 但不会为了精炼而遗漏 所以传武是真的没有再炼肌肉 前些年西方健身一直是维肌肉论 但近几年 他们也开始慢慢明白了 这得益于他们在筋膜理论上的研究 不断深入 而我们的祖先 早在古代通过练武就明白这点了 只是很可惜 始终没能形成系统的理论科学 这次我就来讲讲这个现代的筋膜 古代的筋骨皮 外炼筋骨皮以前看着是金、骨、皮三样 其实现在看他们所承载的内容 都是通过同一类物质筋膜来完成的 只是那时候老祖宗不是这样分类的 那什么是筋膜呢? 先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筋膜是节地组织 根据所在的位置 分为深筋膜和浅筋膜 是纤维胶质和水蛋白组成的 完整的3D网络系统 充满油脂 具有一定的张力和弹性 像一件弹性塑形衣 将全身700亿 繁杂无章的细胞关联成一个 有序而和谐的自平衡体系 调节着人体生物力学的平衡 为各个脏器提供支持和营养 维持人体内环境的平衡 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功能 具有牵移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简而言之 筋膜连接四肢百骸 由内到外 包裹着内脏 骨骼 肌肉等所有器官 韧带 肌肩 骨膜 血管壁等等都属于筋膜 如果你切过猪肉就会看到肉之间 会有些白色的薄膜状结地组织 这就是最常见的筋膜 它遍布全身形成一张庞大的网 中医上所讲的经络 穴位都在这张网里 我们最神秘最重要的器就运行在这里 而不是运行于其他器官 比如肌肉 内脏里 而脸器入骨指的是让能量更多的 进入骨筋膜中 外练筋骨皮 我们一层一层地看 首先练的是筋 这个筋现在被定义为鸡筋膜 有12条鸡筋膜链 是力量的传输通道 肌肉的收缩力通过筋膜传递到骨骼上 从而为四肢的活动输送力量 而趁筋把骨 是通过拉扯筋膜达到弓弦迸发的弹抖进 当你搞不清利益为什么是 螺旋缠绕 左右对拉上下相合的时候 都可以从鸡筋膜链上找到答案 接下来练的是骨 骨骼除了提供支撑力和行动力外 在击打时最重要的是坚韧度 在老北京的撂胶界 流行一种用石头擀面杖擀小腿骨的练法 可以把小腿骨练得又尖又硬 追求的效果是 对方倒地时往他腿上一跪 就能使对方腿骨断裂 这和泰拳的练腿方法类似 原理就是让腿骨的骨膜 不停地微创出现均裂纹 愈合再裂 层层叠加 最终石腿骨异常坚韧 而骨膜就是骨筋膜 是包裹骨骼的筋膜 受创后的不断地自我修复增后 使更多的能量器进入骨筋膜中 是脸器入骨的外练方式 最后一层练的是皮 称金把骨是基本功 钢筋铁骨是下苦功 为什么练皮会放在最后呢? 大家可能以为练皮就是要练什么 金中照铁不扇的高功了 因为皮好像代表防御能力 其实不然 这个皮应该练的是听劲 传舞中的听劲就是身体的感知能力 是真正微快不破的反应速度 是异语不能加 迎虫不能落 人不知我 我独知人的终极奥义 而皮肤的感知能力来自皮下的浅筋膜 这层筋膜直连神经中枢 是知觉的传输通道 以上三层就是一层深一层的传舞练法 而习舞者对筋膜的认知 也不需要达到医学的深度 讲这个也只是帮大家理清思路 避免坠入误区而不自知 比如对肌肉的盲目追求 肌肉如果失去筋膜的包裹 将失去作用 过度发达的肌肉 不光会抢占筋膜组织的养分 还会挤压筋膜的空间 满身大肌肉快的人 失去的不只是柔韧性 还有筋膜组织的弹性 而传舞里的趁筋把骨 所要努力获得的正是这份弹性与韧劲 无论是炼筋骨皮还是气 传舞所追求的这些 都只是想让身体的原始能力得以觉醒 并没有要去超越身体本身 我们之所以失去了对原始能力的感知 除了直立行走对运动方式的改变 更多的是来自错误的意识控制 紧张的精神状态 复杂的感官刺激 使我们无法正确地察觉 并接受身体的各种信号 只有先放松下来 才能开始真正地修炼 所以练拳的瓶颈器应该通过进攻来寻找突破 在装弓无法找到感觉的情况下 我推荐先练敦强弓和靠山弓 这两个功法可以帮你找到战装的窍门 就另开文讲吧 而介绍完筋膜后 下次就可以蒋丹田了 谢谢关注